过去有部分的家长觉得漫画会阻碍学生学习 那随着时代变迁 抱持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最近还有日本网友就发文 认为说连漫画都读不下去的人 成绩一定也不好引发讨论 对此专家就认为了 其实成绩跟阅读漫画没有直接关联 阅读的内容才是重点 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来图书馆 挑选喜爱的课外读物 其中也有不少漫画书 过去有家长担心孩子会因为看漫画 而荒废学业 不过最近有日本网友在推特发文 认为连漫画都读不下去的人 成绩一定也不好 我觉得漫画是一个休闲 我不会禁止他说 你不准看漫画 但是还是可能时间上会稍微给他设置一下 适量的看 不可以看太多 如果能引起小朋友的兴趣的话 他们或许就会下去 把漫画跟成绩画上等号引发网友议论 有人分享自身经验 表示读了很多漫画 国文成绩就不错 还有人说我弟弟是医师 他有几千本漫画 不过有人透露 看了很多漫画 成绩还是很差 还有人说只看漫画 而不阅读文字书籍的人 都没有什么想象力 阅读是一个长远培养的素养 而不是这一次成绩的表现 如果你选择了一本好的漫画 那它可以是我们 介于图案和全文字的书籍中间的桥梁 你给他的这个漫画到底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经过挑选 它也有它的趣味 也有它的变化的这个艺术在 现在图像画书籍种类多元 有不少孩子都是从漫画中学习知识 专家认为跟课业成绩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重点还是要懂得挑选内容 并且妥善分配阅读时间 这台北综合报导